是我問嗎? 對 好 第一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是 馬上要接受抗議的討論 現在是個心情 就是你看這個就是很慌張 然後這個也很慌張 我很緊張我另外一趟你睡覺 是因為你這緊張是有大量嗎 壓力太大 壓力太大 嘿嘿 嘿嘿嘿 你是不是怕S的問題 有點壓力 有點壓力 我還好 因為華蒂說他擔心的事情要來上他 你要現場Q這句話 我幫你說 我幫你說 首先我不會說話 所以就是問我什麼就打什麼 就是這樣所以我害怕 我幫你說話 等你說完他特別認真的話 我們說剛才他說 I see 一定會愛上他 I see 我還好 第二問題是 最害怕康熙問什麼 我 最害怕問 我最怕他問我怎麼又來了 我害怕 這不又是你 怎麼又是你 我覺得他不會問你又來了 他問你為什麼會走 那我更完蛋了 那我覺得最可怕的是他看到你完全不記得你是誰 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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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說了 好有可能喔 我不能錄製了 我不能錄製了 第三個問題是 有沒有想問康熙的問題 很難問 很難問 問不好會被反噬 哈哈 問不好會被反問過來 會被反問過來 會被反問過來 然後轉圈圈 問問問問問問 問一些場面的 就是問你們為什麼這麼正 請給我們後備一些經驗 哈哈 害怕他會在節目裡面整你們嗎 害怕 就是因為這個才不睡覺 哈哈 這個是楊總說的話 哈哈 哈哈 昨天沒睡覺練了很多奇怪的才藝 可能被Cue隨時可以上 哦 準備了個人祭 對嗎 對 楊總準備了一個 還有街舞 哈哈 我覺得幾十年的後空翻 今天要展示一下 在這個舞台上 踏碎舞台 他一定要摔 摔 摔 上熱搜了 腦又摔壞了 哈哈 平靈哥怎麼說話呢 平靈哥怎麼說話呢 沒有 因為他在醞 該不會要做到大招了 哈哈 哈哈 嗯 然後這一季的 這一季的主題是關於斷捨離的 然後問幾個 斷捨離的小問題 就是 你們大概多久會大整理一次自己的房子 啊 房子自己的房子 Everyday 就是大整理 就是一種東西啊 或者說是 就是收納什麼的 一般都是搬家子 整理一次 哈哈 然後後面就 我加了你 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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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中幼稚园的东西,除了那个幼稚园老师非常好看的那种 然后 他把自己 就是自己小时候有没有被家长扔过一些你自己如是珍宝的东西 我有把我扔过 我四驱车,我小时候特别爱四驱车 就玩具呗 我有东西被我姐姐粉碎过 就是我很喜欢一个 这边好像叫高达是吧 高达 对,我很喜欢,我有一支很喜欢的高达 然后有一次我不太认我姐姐不开心 我姐姐这样子,賴玉泽,就把她捏碎了 然后我当下痛哭流淋 是姐姐还是哥哥 是姐姐,就是这个已经不是断手链 你姐姐是哥哥吗? 大姐,就是姐姐 她很生气我,然后就直接把她捏碎 那你姐姐是哥哥耶 为什么 因为她有那么大链子可以捏碎 没有,就塑胶,我们就把她捏,然后就整个就丢了 很痛苦的一个经验 然后最后这个问题有点难把 就是我们选一个队友 如果要断手链的话,你能选谁 这个要逐个打 这个要逐个打 这个问题有很多可以断手链 这么回答不出啊 你们有没有想和粉丝说的话 因为刚刚办完见面会 然后他们对你们的表现还是很满意的 还是很满意 是非常满意 那就对了 你再说一遍吧 哈哈哈哈 之后会有什么样子的形成打算吗 现在有公布的 我现在是一起吗 对 一起 就是我们在我们能做的范围内 做出一个好的作品给大家 哦,下一场你要编舞吧 我不编舞 我编不了 那不在范围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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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龙浩脱衣后跳舞 哈哈哈哈 就是 就是要他卖模 哈哈 这可以哦 哎,下一场 下一场见面会的时候对吗 对,就是南京的我们会根据 从上一次的舞台 然后进行一些改良 升级 叫升级 对,升级 所以 大家可以多多期待 我们录中吧 啊,不是 南京演唱会 不是演唱会吗 还有我错词不对 对啊,那就多多期待我们8月10号南京演唱会吧 上一次就是品林有在那个见面会里面秀球季 然后大家会说,哎呀好像看到了冠篮高球 所以自己是很喜欢打篮球吗 平常 还是只是就是专门准备了一段 很久没有打篮球 但是的确蛮喜欢打篮球 他喜欢打篮球 会考虑参加灌篮之类的 灌篮 会灌篮吗 这就是灌篮 灌篮会考虑我吗 这就是灌篮会考虑我吗 哈哈哈哈 不要啊 你要报名啊 你看看这样 是我在街上 在街上 而且说以团知名的去灌篮 不用报名 直接上 直接上 狠话都已经放出来了 所以今天都准备了一些 什么个人机要在节目中展现 跳blanking 你 你要跳blanking 有这个想法 但是 他们也要认识 我一定 帮你 可以 好感 弟弟今天都没有怎么讲话 今天很安静 你今天的个人机是什么 个人机 对 就是一整集都不说话 哈哈哈哈 这叫客场吧 算发男性真正的魅力 沉默 沉默 我完全没有了这份魅力 沉默 你耳朵都红完了 你一定要坐在奶船旁边才凸显你的 沉默 走在旁边沾沙 沉默 一脸震惊 你们俩今天穿的衣服很像 很大吗 对 很长 很长 没有感觉 你很喜欢说话 他们的组合叫 我今天也很安静 我也很害怕 今天龙哥和顺哥好像 并没有像之前穿的比较 搭和默契 因为你们之前都穿的会比较 像一起 都一起出街的这样 Oversight 对 我是因为稍微有点胖 穿的稍微有点大 哈哈哈 沉默 沉默 是因为太瘦了 然后穿的 所以穿肥的裤子要腿 所以你们有刻意做 这个体重管理吗 没有 都没有 但是我们在那个 街面会的时候 就集体训练的时候 每天都会辛苦的 所以就最近期间的时候 在街面会大家都瘦了一点 然后 然后一结束 就开始浮沫 对 这是真的 只有你吃 你没吃 他吃了但他没胖 对吧 所以我都会在街面会之前 突击减肥一下 对 肯定在要表演的时候 肯定会突击 那现在体重最瘦的人是谁 杨童不用想 杨童不用想 你多少 我真的好亲啊 你多少 我一百 我不知道 我一百八 那你不用说 一百左右 他股价 太轻了 那你们觉得谁需要迫切的减肥一下 还是都觉得大家都挺瘦 这还融会吗 太可怕了 他必须要减肥 他们工作人员刚刚给我看了个视频 今天在车上 他说来看你之前的照片 这是粉丝剪的一个 刚好让他给我看 就看了那个脸 是真实的 他就是让自己脸小 所以为所欲为 但他的肚子已经现在都把这个衣服都弄不住了 你知道吗 只是因为拍起来是好看的 他就觉得无所谓 但肚子已经 你再搞一把牛脸 再次都穿不了 真的要减肥的 现在我们节目因为已经出了一期预告 有公布了六期嘉宾 然后里面有没有你们会比较感兴趣 或者想要交朋友的一些嘉宾 我觉得他两种 谁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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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弟弟 是谁 可以聊一下吗 还有聊什么 我不用他 你问他要 没有 气了 生气了 没有 对 因为我们之前节目里面 有郑许瓦 然后乔西 然后郭思琳 然后还有 所以有没有你们很喜欢的一些嘉宾呢 没有吗 这么安静吗 不行 只有必须说有 有 有 小S 我喜欢小S 我喜欢小S 我喜欢康勇哥 我喜欢康勇哥 因为你的家里面是有康勇哥的书 对 我家里有他的 亲笔签名的 兔签呢 所以每天研究说话知道吗 并没有 你还没看那本书 哈哈 因为不想弄脏他 可以 所以 所以就是 之前的嘉宾没有你们喜欢的话 除了康勇哥 两个人以外 我记住了这话 哦 哦 你看 两人都喜欢 那两人都喜欢 没有 都是前辈 哪位是前辈 全都是前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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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想就是希望合作的呀 他俩不就有 呃 是比如说是谁 合作吗 对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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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啦 我不知道 都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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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全美 我跟你说 你未来会希望在演技上面 有那个 涉猎吗 几位 你们 哦 就是在演员这样的路上 就除了唱歌以外 平常的舞台以外 会希望有演戏吗 会 拍了两部戏 哦 已经拍了两部戏了 都不是特别好的 哈哈 剪掉剪掉 不是 就是这两部作品 对我来说 都是我一个 学习的一个 还有学习 但是很喜欢当演员 希望自己演一些什么类型的 就是能演上幽冥王 这样的话 就不用再演海刺了 哈哈 什么意思 所以我俩之前演个对手戏 他是幽冥王 我是海刺 我是他手下 所以我希望再次 演技突破一下 演次幽冥王 你看 今天真的不想 演技有关系吗 不是 演技还是需要提升 才能达到幽冥王的境界 OK 会希望挑战古装还是现代 我不行 我不能挑战 我需要抗担 我喜欢抗担 我喜欢抗担题材 我喜欢抗担题材 对 我喜欢亮剑的 对 李玥隆 开明霸气 亮剑艺医术 所向披靡 我跟你讲 我觉得这种不好 演 因为那个已经定人了 李游斌老师那个脚子 已经浮在那 很难 你还忘了演李游斌老师的 你这想太多了 李游斌老师希望就是 因为之前了解到你好 但是比较喜欢演舞台剧的 所以 之后还会再继续这一块 会 因为我 我只是想通过舞台剧就是 更 贴切的去学习表演 所以我才会特别喜欢舞台剧 所以之后还是会 会想要再靠一些演员这一块 对 因为 当然 之前舞台剧只是顺带跳过舞 没有 但是 舞蹈还是不会荒废的 这舞蹈还是不会荒废的 然后舞台剧这边也希望能够有 对 但是就是 毕竟年年大了 也会有 动不了的一天 龙的梦想是成为 那个 李游斌老师那样 隔一双心的老艺术家 对 是吧 哎 之前也是 就是从 应该是和康熙两个人会有认识吗 因为都是一个地方 没有啊 就是 你们都没有打过照片 之前没有上过 没有上过 就是康熙 对 也会觉得很害怕 或者就是我今天还在跟 我跟谁讲 我忘记 我好像跟顺海讲说 就是竟然 竟然要被S姐跟浩哥 可以访问 就觉得很 很神奇 就是 就是我们一到这边 然后被访问 对 因为你是他们老乡 所以可能是不是可能会在节目里 我猜的啊 可能会更亏你多 他们应该完全不知道我是谁吧 哈哈 对啊 应该完全不知道我是谁 所以我 大家也在想他们如果提到 我也会有点紧张 我现在是挺紧张的 有想过就是 比较怎么样 打招呼吗 待一会儿 男孩要录制的时候 怎么跟他们打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布拉伊斯 王迪帖入神 这样跟康熙打招呼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布拉伊斯帖入神 哈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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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OK好 那我们直播完还要结束 然后你们有什么想要对 想要对粉丝说的吗 因为他们今天好像还特意送 画廊等等这些用员给你们 嗯 嗯 就是 辛苦你们 嗯 不容易 非常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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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是啊 这是发自内心的 我们八个真的发自内心的 OK 都收到了 谢谢 好 那就待会儿录制顺利好不好 好 好 好的